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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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城市 節目現場遇到大家週末愉快 今天教訓是中場已下跌31點做收 已經連續收破了上升趨勢軌道兩天 謝伯則是在今天的轉折 每一個江波圖的低點 都放出了今天比較明顯的一個 吃貨版的一個位置點 下個禮拜上半週 還有一個短線坦升的一個機會 可是由於已經交權指數收破了 兩個交易日這條多頭上升趨勢軌道 那劉老師認為是說 這大概是從去年的10月以來 劉老師是全市場唯一跟你預告 這一波的主升段還沒有結束 至少是一波1700點以上的行情 因為第一波從6609漲到8170 所以我認為等幅測距很可能就是 這一波行情是要上萬點的 那今天為什麼要跟大家 開始去聊一聊 我認為這一波的行情 接下來這個位置非常關鍵 有四天的時間的一個觀察期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先等一下我把這個三角形列 季線扣底值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再來聊一聊說 後續的盤勢格局的規劃 我們先看一下周線跟月線加權指數 我為什麼在測標上面寫 這個盤勢格局在這個禮拜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變盤轉折 第一個周線先看完我們再來看日線 周線出現了一個連續的三根黑K 其實劉老師原本這個禮拜 要出去想要跟所有投資朋友 辦一場巡迴演講 因為這一周非常非常的關鍵 這是我們做多了八個月以來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或是兩次的一個 關鍵變盤轉折 因為這個禮拜其實是有變盤轉折的 我們來看一下日線圖 我這游標的扣底值三角形 它個別頂到一個高點跟低點 它分別是三周 五周 八周 十三周 跟21周的移動平均線 那我利用轟天雷的這個三角形的扣底值 讓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禮拜為什麼我說有變盤轉折 比如說距離10014是第三個禮拜 那距離這邊是好像是9508 這邊是9503 它其實是一個短波的轉折低 所以下個禮拜也有變盤轉折 距離這個前一波高點9775 剛好是最高點 時間波計算也是下個禮拜是變盤轉折 這個是一個小型的三角形 收入鏈形態是13周 你看它8826這邊剛好有個三角形 這邊8826剛好有個三角形 所以其實極速滿大的 有五個周線層級的變盤轉折 在這裡要做一個 多空即將表態的位置點 多空即將表態的一個位置點 可是因為這個禮拜 料是要陪我女兒去找奶媽 所以在這麼關鍵面盤轉折的時候 沒有替大家在這個公開的演講會 分析後續盤視隔絕的看法 我今天就用我的一個現場節目 跟大家去分享我對於中期趨勢 既然已經堅持了做多了整整八個月 我們終於還是要面對一件事情 當多頭這一波的主生段走完之後 尤其很可能是一個末生段之後 多頭走完了還是會有空頭的時間波 多空本來是一個非常自然而然的循環 尤其為什麼還是有必要跟大家聊 因為這一波層級的位階不太一樣 因為我說過是一個周線或月線的一個大主生段 我們可以看到從6609起漲的大一浪 下壓回來這個位置點大概是6700點 然後它走了一個第三波是走了1 2 3 我告訴大家我認為這裡是三角形壓縮對不對 然後噴出乾空一波到頂 這我們去年也是跟它唯一在三角形 520那邊預告乾空一波到頂的 真正見到這個高點9593之後 一個第四大浪也向它震盪 然後從8500點漲到10014 從這個位置點起算是1 2 3 4 5 6 7 8 8個月了 那多頭的漲勢時間 為什麼我在去年的10月我就認為 我就提前公開跟大家預告說 我至少做多8個月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關鍵的變盤轉折 今年有一個原則 我絕對可以帶大家做一波空投 因為我認為今年絕對有行情 好 演講會也跟大家預告 整整講了8個月了 我認為今年順勢的去做一個盤視隔節操作 至少4000點以上的行情 那現在剛好來到一個非常關鍵 非常關鍵非常關鍵的一個轉折時刻點 因為從第四大浪到第五波10114看到 我們看到月指標是背離 而且今天這個收盤價其實 月KD的指標是在79.33 然後月KD的低值在79.44 其實月KD是背離之後死亡交叉 大結構已經完成五浪 然後這一波盤視隔節來到一個 滿關鍵的一個轉折位置點 那當組身段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去面對 當組身段結束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去面對 因為跟大家報告了這一波多頭上升趨勢的行情 當今天加權指示收破 上升趨勢軌道的時間點 我們其實是有很多的資金 先選擇暫時性的觀望退場 然後我會觀察四個交易日 我為什麼會觀察四個交易日呢 從低檔去8500點跟大家預告 軋空一波到底的行情 其實我們已經累積至少 操作出3000點的價差了 我們從9250點幫你去計算是說 已經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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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操作 然後我就是尊重這條趨勢性的軌道 只要它能夠維持著 強勢守穩這個軋空軌道 每一個轉折低點 逼近這轉折低點 我們是全市場唯一跟大家報告 我們就是全市場縱壓滿倉 沒有一次例外過 好 那既然線形圖的走勢 今天已經是連續第二個交易日 收破了這條軌道 那導播我們稍微論印一下這個位置點 我在前一次演講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不是你有來我打日線圖 會看得比較清楚 來 我們take一下monitor 我在演講會的時候跟大家預告 時間點是在4月17號時刻點 我公開跟大家預告 因為季線扣底值在這裡嘛 然後我就算給大家 扣到這一天為止總共有23天的多頭時間 要供加權指數要拉開一個比較明顯的 像是供萬點的波段 就是只有這23天的時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季線剩幾天的時間 來9390是明天 好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開始它會極速的跳高扣底 在9700點以上 等於這個股價的一個價位 假設它沒有辦法拉上這個價位去是以上 我們如果應用葛蘭幣八大法則 好 像這個盤氏格局 當它初步跌破季線的時候 也許還有一個極速彈升的機會 好 所以關於這一波行情 我說我給大盤四天的觀察來個期間 好 因為它可能是如同我們跟它講的 好 X A B C 來 今天剛好是X浪的彈升 A C 今天做等浪了 對不對 好 也許還有一個最後的右空洗盤 這四天的時間 關鍵讓它趕快做一個相當極拉 可是既然一個原先最強勢的多頭上升趨勢軌道的波段 今天是初步第一次跌破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也許它跌破一次 還有一個極速相當拉伸 去年的第二個高點在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出現高點是9532 對不對 好 這個高點是9589 9593 這個位置點是9532 你感覺日線圖的格局上面 你感覺日線圖的格局上面 這個高點比這個高點高 其實如果加上300點還元千息 這盤四格局早就已經上9800點了 好 這個不是重點 不過當它第一次跌破季線代表 原來的多頭強勢的軋空的趨勢 已經有轉落的現象了 好 那所以即便這四個交易日 我們先預設兩種波形 然後劉老師的交易會因應這四天之後 我們會有一些調整跟變化 因為我說假設即便這裡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末段的一個行情 末升段之後 未來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還是要去面對的 好 那它的強度跟空間 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波做多的行情了 那反之假設這盤式格局破下來 好 再談高 時間透過了四個交易日 那它就會是類似這個跌破季線死亡交易日之後 後來跌了1000點之後我們多段走勢 所以這個位置點真的非常關鍵 剛好搭配周線的變盤轉折 我把盤四格局看清楚之後 我們的交易面上面會有一個比較的權限 去做一個調整跟佈局 但是投資朋友不用怕這個盤式格局震盪 我說其實劉老師已經從8500點 甚至於倒數的10次的演講 我都跟他報告 到5月會是今年所有行情 非常重要的一個變盤轉折 該多該空 劉老師會順著這個盤式格局 趨勢是做一個操作 那我所規劃跟我所看待的波形 絕對是尊重盤式格局 用哪一種方式可以讓會員沒有賺得比較多 所以相對比較安穩 那如果這個盤式格局做多是逆勢 那我覺得其實已經陪著大家堅持 8個月做多的行情 有的時候真的順著盤式格局操作 賺得會比較快好不好 所以大盤來到一個非常關鍵 非常關鍵的變盤轉折了 那沒有辦法跟大家面對面的 去做一個碰面 講解後續的盤式格局看法 我覺得我會直接在我的交易面線上面 直接做調整然後該多該空 我會順勢操作 那這個盤式格局怎麼樣做 可能會有一個即將要在 葛蘭比八大法則是 它初步跌破季線再拉上一波 可是空間相對有限 有些股票你要趁著反彈 就要開始出場 要調節出場 那甚至於有的已經率先跌破季線 季線是死亡價要彈高的 你可能要減碼之外 甚至於有些股票是要反手撲空的 比如說林老師在 上個禮拜的時間已經跟大家講到一檔股票 這個是3474的華爾克 上個禮拜是不是跌到 禮拜一是不是跌到30點 35跌停板位置點 我是不是請大家不要殺低 因為接下來 理論上面有一個 比較明顯強彈的一個機會 因為西爾波羅伍波也走完了 理論上面會有西之四的反彈了對不對 包含玉金光跟華爾克 廖老師公開跟大家講 那你彈起來類似像這一波 請問華爾克 在昨天的時候最高彈到哪裡 35.25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操作邏輯 就是說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比如說華爾克如果在30.5 你砍下去不是 一插兩天時間插兩根掌停板嗎 那請問這一波反彈最高在哪裡 35.25 好 那我接下來如果新進會沒有入會 不論是玉金光華爾克或其他很多的股票 表老師會把你手上的一個指針票 好好看清楚 因為我認為中期的趨勢波動 我們的交易策略開始 已經做多八個月了啦 那很可能在多頭即將陌生斷的一個行情 現在交易策略會 我們以前在這個下山道轉折的地點 沒有任何詞語 由於基本面還是支持順勢做多 可以重壓滿檔多的 就全部重壓滿檔多 那所以熱盤四格局 原本是七成重壓多的熱盤四格局 可能彈高像保護生啊 或之前我們空了一些 甚至於國泰金我們都有短空過啊 這些策略性的不空 等到壓回來風險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再把短空單補回來 好 再全力翻多 這個向上做多行情 我認為會慢慢慢慢的調整 這一個月的時間會移動成 可能5比5的多空比 再來就是三成多七成空 那我們會有這個慢慢慢慢調整的過程 我尊重接下來這個盤四格局 它有走勢該多該空 梁老師會想辦法幫大家去做一個挪移根調整 再來第二個是說 即便這個盤四格局 所以接下來第四波 有可能是走一個大箱形政大 它也不代表所有股票會走空 一定還是會有一個多頭的指標股 你聽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類似我們去年最代表做 來 就是新中概族群的網家 向前指數一路跌啊 我們最高點是賣在449那一根高點 上次大賺一倍 整整幫你去堅持了一年的行情喔 那也是有第三筆多單來回價差操作 所以在空頭裡面還是會有少數的 一兩成股票是多頭 那劉老師會想辦法把你的資金濃縮到 這樣的股票裡面來 好 比如說昨天其實劉老師跟大家講到 這個是 昨天主跌的富邦金啊 其實昨天我們已經開始把低階回來了喔 那我認為至少都 現在看起來好像一個ABC像正當回漲 都至少有類似像保護身躺高的一個機會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說已經在一個趨勢 多頭比較末端的一個位置點 我們基督很多單抱著 可是接下來交易會越來越尊重價差的來回操作 好 那剛好這個廣告中的時間 好 已經逼近了 那類似我們前一次保護身22.7的最高點 請你布空的那天 其實在今天盤勢格局有一點點風險的時候 劉老師還是請劉老師 我昨天解盤已經告訴大家 路股反彈到昨天的高點 當莫比爾斯又翻多的時間的點 我告訴大家什麼 由於周限是下降三法 他這邊調整的時間會比較多啊 好 一有風吹草動 我們先策略線的避險暖空單 就直接擊殺下去了 這跟5月5號策略線的 短空單的一個位置點是一樣 你可以守定你真的看好長線多頭股票 其實我們當天是擊殺 這個直接布了三筆的空單 好 後來就直接往上跳 這個劉老師全部都是領先市場跟他報告 5月4號沒有殺盤的時間點 直接跟他報告了 好 所以接下來盤勢格局 如果入股開始進行一個橫向震盪 其實到底哪些類股次族群該多 或哪些股次族群該空 我覺得我還是維持著我上個月 好 傳承告給大家看法 接下來盤勢格局位階比較高 我們所有的交易面向全部順勢操作 該多該空 有辦法帶大家賺錢了 不論多或空 劉老師會順勢幫大家做一個掌握 那我會用這四天的觀察期 做一個密切的觀察 因為集合選擇權也是一樣 只要不用擔心 假設這裡真的還是有一波衝刺的行情 真正那個絕對高點到了 你要懂得賣啊 類似像這個4月27號的時間點 當三點高盤 4月28號疑似的高點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過高 這不是一個策略性並行短空單 最好進場佈局的位置點嗎 好 這是4月28號的時刻點 對不對 或者是前一世 劉老師千斤之喜3月20號跟他預告 真正9775看到了 領先算給你是9775 那你這裡一個策略性的短空單 修正分時指標過熱 再做一個短空單 那個避險相要佈局 好 加選指數 就是這兩個位階啊 低檔壓回來做多 賣掉之後策略的短空 然後這裡這個盤式格局 收破上升軌道 我認為多旦要先退場 然後接下來先觀察 後續這個盤式格局 趨勢性的方向 等到它有一個波段 非常明確的走勢方向應出現 你掌握住一波大行情 就是2000點 好不好 好 所以接下來盤式格局 我說不論股票 不論期貨選擇權 接下來這個盤式格局 已經來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變盤準則的位置點 好 那我認為既然破了上升趨勢軌道 盤式格局已經 退到一個 就算是趨勢性的多方 它也來到一個趨勢性的多頭 比較大相形的 你必須順勢操作位階 好 那高低檔你就急掌急跌反向操作 這個脈絡怎麼樣去做一個掌握 劉老師一定會想辦法幫他做一個掌握 好 那所以這盤式格局 已經破了上升趨勢軌道 接下來盤式是一個 今年最重要一個轉折點 好 那劉老師說接下來 無論盤式格局怎麼樣走 我認為順勢操作賺最快 好不好 我認為順勢操作賺最快 還有哪些股票我們認為 這裡還是少數三成 終極趨勢 還可以去堅持做多股票咧 休息兩龍之後 廖老師去幫忙解析 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淡水最有氣質的建築物 天俊 2623-7000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永遠买其 大陸會國際家具館 川雞三出售 憲政實施中 好 那我們現場 那關於今天這盤四格局 你就當作是劉老師 在做一個額外的專題 跟大家聊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預備了兩套 跟三套的波型 那剛好 如果還有一個陌生的第五波 它這邊只是第四波 還有一個第五波向上嘛 那問題是第五波向上 你的交易策略 慢慢慢慢慢慢 你要有一個調整的動作 那如果我是一個 比較明顯的 空頭的一個回檔的話 那可能交易策略 也要做一個轉變 那會員朋友 像今天我在跟我會員朋友 聊的時候 就在聊說 我到底看盤重點是什麼 我也寫在盤後稿裡面 那這幾天跟大家聊過 可是我會看 這個是電子類股指數 這是電子類股指數 那關於接下來的 第四波的規劃 我會先看這根K線 好不好 那會員朋友 看一下我們關於這根K線 那後續的一個思考 跟想法 到底是什麼 不過落實到股票方面 就是盯緊台積電的每一個 細微波的轉折 那台積電還是劉老師 跟大家講到說 這一波 如果加權指數真的還要 因為三支五波就是說 只要是周線層級 或是日線層級的第五波 它尾巴走的這一段 一定是這種指數股嘛 所以才會有那個什麼 類似像拉金融產產出電子 拉大型全子股 出中小型電子股這樣的看法 所以以多頭來講 或者是說以控盤者 或甚至以外資的角度來講 它要做一個最後末端拉台 一定是這些比較大型基優的指數股 它中長線即便沒有賣到 它至少長線上面都有機會 靠著環境全球去做一個解套的動作 好 那所以我認為 就是早期檔認為會漲到最後多頭 一直漲到最後一波漲次 那現在就做多的投資朋友 我們就把資金集中到這裡 好 我們就把資金集中到這裡 我認為台積電聯發科 還是最有機會的 那這些聯發科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到 好 因為前面的高點區 還有一個短波套路的平台 所以最好等一個亮縮回撤 今天其實亮縮的狀況還不錯 而且還有一個細微波的高點上來 那我認為是亮縮的很好了 至少這個低檔區的平台 都守得很穩 好 那後續的觀察的重點是 它是走12345或是走ABC 好 我們就盯著盤子格局就好了 聯發科如果未來 也有走回升波的機會 還是要去掌握到類似這些買賣點 不然你即便跟著劉奧斯買到396塊錢 最後白忙一場 你到現在為止還是在等賺錢 這樣子就很可惜 好 那不只是聯發科 不只是台積電 那不能夠所有股票都從頭報到尾 你聽得懂劉奧斯的意思嗎 像宏達天也是一樣 來回累積價差 尤其是當他在一個陌生段的這個位置點 時間點 那這種價差的交易 就絕對是更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劉奧斯 關於這個盤子格局 我還是如同我在月中的時間點 給大家盤後稿 這個四月下旬給大家盤後稿 跟大家講的是說 接下來盤子格局 一切都按照盤中第一手的開盤法法 它出現哪些轉折訊號 去做一個順勢操作的動作 因為當最後這些 這一個週限層級的轉折成功之後 好 漲了八個月 一個趨勢可能也有三個月五個月嘛 對不對 那也希望它轉折成功 可以擴延到13個月的多頭 但是是一路漲完嗎 還是應該要怎麼樣做一個調整跟交易 我認為五月的中下旬 很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變盤轉折點 也跟大家報告了八個月 那今天剛好有利用這個時間 我認為盤子格局還沒有結束啦 因為指標線的控環安補還沒有走空 好 那一切盯著接下來盤子格局 這四天價權指數怎麼走 那你要是陪著大家堅持這一波多頭 如果其實以還原全息這個1001事 假設把它還原全息 這已經是三年還是五年的最高點了 那我們陪著大家堅持這麼久 其實不只這八個月啦 那還原全息也創了歷史新高了 接下來盤子格局 周線、月線、日線的主聲段走完了之後 該面對的還是第四波的一個行情 那第四波怎麼做 那至今怎麼樣做個集中 當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訊號出來 要是答應大家 我盡我所能幫大家 把每一種可能的行情 全數掌握起來 好 那因此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我認為接下來盤子格局 順勢操作賺最快 認同我們裡面的投資朋友 我們直接向選牛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下午再見 將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上核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機上核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德投顧都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顧德投顧 中文字幕提供 主題 錯逮公背啊 我已經找到何個業者 將我那塊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個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不敢做一 土地亂租給不明人數 真危險喔 有些人效獵者 會租土地來望租了揮華會氣霧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有常常巡邏出租的土地 哪有會造成汙染 地主還可能被關 而且最多可以活到300萬元 請教教皇帝寶武術 歡迎秀雲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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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愛不只是一種 我愛你 而是保護 切青菜不能用這雲頭一隻槍 這樣很困難 港田林營寬田十番 抹水恩養的港中啊 使用節水高張的產品 就可以輕鬆沾水 幫小企業一起節水 用行動來增添水資源 節約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節約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每一天